接下来我们学习第四节 非统一控制下控股合并 涉及到长期股权投资 与所谓的权益的合并处理 同样也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非统一控制下取得子公司 注意 我们现在是在 非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环境 所以这一天称之为叫购买日 第二个问题是 非统一控制下取得子公司 购买日后 也就是在资产负债表日 合并报表的编制 给大家也画一个版书 假定4月1号 假公司取得义公司 80%股份 非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4月1号称之为叫购买日 那这一天要编制合并报表 同时要注意 在12月31号资产负债表日 也要编制合并报表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要讲的两个问题 先看第一个问题 非统一控制下取得子公司 在购买日合并报表的编制 根据中国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非统一控制取得子公司 在购买日这一天 请注意 只要编一张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这和我们前面所讲的 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在合并日 合并报表编制不一样 前面我们讲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在合并日 除了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以外 还要编制合并利润表 合并现金流量表 以及合并所有的权益变动表等等 那么今天 我们在非统一控制下 其合并 在购买日这一天 只要编合并资产负债表 那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图表 今天4月1号 非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既然是非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合并前合并后 不受统一方的控制 所以也就是说 在合并前 属于原股东的 今年的1月1号到3月31号 非投资单位子公司实现净利润 属于原股东的 不是我们的 我们从今天才开始有 所以过去的三个月 不属于我们的利润 所以我们不曾在编合 和他这个子公司 刚取得的这个子公司 编合并报表 没有 同理合并现金流量表 没有 合并利润表没有 合并现金流量表也没有 等等 只有一张报表 4月1号这一天 资产负债表 我们前面说过 它是反映 资产负债的余额的 那么4月1号的余额是多少 这是可以要编的 所以我们在 非统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购买购买日 编一个资产负债表 就可以了 好 这是他们之间的区别 说明一下 第二 还要出一个问题 我们在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 我们要将此公司 按照公允价值 纳入合并报表 这一点呢 我们在 企业合并那一章 给大家打下基础 如果是统一控制 企业合并 被合并方 是按照 扎面价值 纳入合并报表 如果是非统一控制 控股合并 那么被购买方 子公司 是按照 公允价值 反映到合并报表上 我一直讲这个道理 我从你那买一套房子 扎面价值300万 公允价值500万 你按照500万卖给我 我们俩因为不是一家人 那就相当于是 非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但你按照500万卖给我的话 对我来说 我相当于500万成本 所以我应该 按照500万入战 但是我今天在编制 合并资产负债表示 前面说过 把某公司个别报表抄过来 把子公司个别报表抄过来 那么子公司个别报表抄过来 它不是300万吗 是不是 那我认为我是花了500万 那我应该按500万来入战 所以我要在工作底稿上 要将账面价值 调整为公允价值 而这件事情 在上一节课没有 因为上一节课 本身是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直接就按照占命价值 并到合并报表就可以了 所以它不曾在 公允价值调整为 占命价值 但是我们今天 要多一件事情 要将子公司的 占命价值调整为 公允价值 除此之外 还要请大家注意 冷门的问题 货有负债 如果企业合并取得 非统一控制 企业合并取得 这个子公司 它还有货有负债 在公允价值 能够可靠计量的情况下 那我们今天 要将其在合并报表上 也要反应 这件事情 我们在企业合并 那一章给大家说过 补充过这个问题 一个是讲的 货有负债 另外一个是 子公司 报表上 个别报表上 可能没有 确认的无形资产 那么在 公允价值 能够可靠计量的情况下 同时符合 无形资产定义 那么购买方 要在合并报表当中 要以公允价值 来体现 这是我们在 26章企业合并说过的 这一点 请大家复习一下 那有时候在 27章合并报表 大题目里面 它会牵涉到 这些细节的支持点 出现货有负债了 或者说出现 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不符合 无形资产确认条件 没有确认的无形资产 那么今天 在编制合并报表时 因为它符合 无形资产定义 同时公允价值 能够可靠计量 所以在合并报表中 要反映的 这是前面问题 要注意一下 好 这是第二 第三 还有一件事 今天在编制合并报表时 还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非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我们要将合并成本 于购买日这一天 子公司 可编认进市场 公允价值的份额 进行比较 如果成本大于份额 那有合并商业的 形成一个正商业 在报表资产负债表 中列势的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 第一件事情 我刚才说过了 在购买日这一天 我们首先要将 子公司的个别报表商 账面价值 调整为 公允价值 下面一个版书 那这个版书呢 我是以子公司 个别报表商 固定资产为例 它的固定资产 公允价值 大于其账面价值 比如 公允价值500万 账面价值300万 那不是多200万吗 是不是 我们编制和平报表商 是把子公司 个别报表 抄到工作底稿上 你抄来的固定资产 是300万 但是我们认为 应该是500万 所以我要在工作底稿上 子公司相关的数据 我要调增多少 200万 这样不就变成500万了吗 同时要注意个问题 因为这么一调 这就会导致什么呢 子公司在工作底稿上 个别报表相关数据 资产不等于负债家 所谓的权益了 那这一块 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在工作底稿上 子公司相关数据 所有的权益那一块 我们调了资本公金 资本公金调一个200万 这样子公司 在工作底稿上的 这个报表上数据 平衡的 第二件事情 刚才是调整 在购买日 将调谁的报表 调谁的报表 调子公司的报表 由扎面价值调整 为光源价值 接着在购买日 第二件事情 叫抵消分路 将母公司对子公司的 长期股权投资 与子公司的所有的权益 进行抵消 这个呢 和我们上一节课所讲的 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在合并日 抵消基本一致的 原理是一样的 那就是要将 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要和子公司的 所有的权益 要进行抵消 这是企业内部的交易 要抵消掉 那么今天讲的是 非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假议 今购买日 企业合并成本 大鱼合并中 取得购买日 这一天 被合并方可编认 进资产 供应下这份额 大鱼 大鱼不就形成什么 正商鱼 我们不考虑小鱼的 因为小鱼 小鱼这种情况 题目里面很少 很少见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分路和前面 所讲的基本一致 首先将 子公司个别报表上市 所有的权益要抵消掉 借股本 借资本公积 借其他综合收益 借盈余公积 借年末 未分别利润 然后 这是什么 这实际上是 子公司所有的权益 把它抵消掉 当然 抵消是按照其 公允价值抵消的 公允价值 比如 多一个两百万 我不是在资本公计 已经调过了吗 实际上就变成 公允价值 然后代方 代长期股权投资 非统运公司 控股合并 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在购买日 这一天的金额 然后代少数股东 权益 少数股东的 如果不是全资子公司 代少数股东权益 另外还有商誉 我们刚才假定 会形成一个正商誉 那有个正商誉的话 成本大于份额的话 那么在界方 还有个商誉 这也是个模板 那这个模板 要记下来的 和前面是一样 无非多一个商誉而已 那下面呢 我们结合教赛立体 来理解它 甲公司 2001年1月1号 以定向增发 普通股公司 普通股股票的方式 购买取得 A公司70%的股权 甲公司 当日资产负债表 和A公司 当日资产负债表 及估值 确认的资产负债的数据 这个参考教材的 参考教材的表 甲公司定向增发 普通股股票 一个亿 一亿股 美股面值一元 甲公司 普通股面值 美股为一元 市场价格是 美股是2.95元 那么对甲赖说 它的合并成本 就是发行股票的 公寓价值 一个亿乘以2.95 2.95亿 因为这是非统一控制 甲公司 在个别报表上 应当以发行 全新证券的 公寓价值 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29500 甲和A都是非金融企业 甲公司 并购A公司 属于非统一控制企业的 非统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甲令不考虑所得税 甲公司 咱们发该普通股股票 所发生的审计 什么费用 都不考虑 另外A公司 在购买日这一天 所有的权益 为3.2个亿 其中股本是2个亿 资本公积8000万 银银公积1200万 微分别率是2800万 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 A公司在购买日这一天 应收账款的 扎兵价值是3920 他说扎兵价值3920 我假定A公司 这个应收账款之前 在购买日以前 假定啊 没有发生减值 那占兵价值 就是占兵余额3920 然后今天叫 公云价值3820 在购买日这一天 评估一下 最后进行减值测试一下 就减值了 公云价值3820 占兵价值3920 其实意思也就告诉我 这个应收账款减值了100万 重货的扎兵价值2个亿 公云价值2.11亿 升值的 固定资产扎兵价值1.8个亿 公云价值2.1个亿 也是升值的 购买日A公司股东权益的 公云价值3.6个亿 3.6个亿怎么来的 这是扎兵价值 这是扎兵价值 这是公云价值 它实际上等于3.2个亿 加上刚才这三个合在一块 这三个合在一块 这个是升值多少 3000万 这个升值是1100万 这个实际上减值100万 合起来是升值 公云价值总额是高于扎兵价值4000万 所以是3.6个亿 好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样进行账务处理 首先第一件事 个别报表 虽然我们教材上没有写这笔翻诺 还是我前面讲过一个观点 考试题呢 还有可能先从个别报表上考起 也就是从第六章 长期股权投资开始考 然后到27章进入合并报表 那么个别报表上 这是非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应当以发行全性争券的 公云价值入战 借长期股权投资29500 代方代股本面值一个亿 差额基础资本攻击 代方股本一价值19500 接下来我们就是讲 购买日这一天合并报表的编制 在合并报表上 我们前面讲过 在购买日这一天 有几件事情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 购买日调整谁 调整子公司的个别报表 由扎兵价值调整为光云价值 第二件事是什么 抵消分路 一个调整 一个抵消 先看调整 编制购买日 合并资产负债表示 我们要先 要先将子公司 个别报表 张面价值调整为 公云价值 怎么调呢 我们题目刚才已经看过了 借从货 从货呢 公云价值2.11亿 张面价值是2个亿 多1100万 借从货1100 然后借固定资产 升值3000 应收账房是减值的 所以在贷房 贷房那是 1100 然后总共是 累加在一起是4000 进哪 即资本公寄 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书山题目关于这个问题啊 搞得挺复杂的 搞了个应收账房还是减值的 所以还搞了个从货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考试考个固定资产 或者说考个从货 就差不多了 当然书山有这个应收账房 他非要考一个 那你再 还是教材范围之类的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教材 那这道题还得搞清楚 那恰恰这块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 你在理解上是有难度的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件事情 抵消分路 刚才不是调整分路 已经调好了吗 是不是 那接下来就是抵消分路 抵消分路 接着我们刚才那道题的 相关数据 我们来算一下 资本公寄 注意一下 原先 人家占面上是资本公寄八千万 刚刚这笔分路一条 又子公司又增加了四千万 所以 A公司资本公寄 调整后的资本公寄 为1.2个亿 所有的权益总额 其实我已经算过了 是不是 是3.6个亿 合并商誉 合并商誉等于 这个我们教过大家 商誉怎么算呢 企业合并成本29500 这个在个别报表上不计有了吗 购买日 29500 减去 这个是调整后的 这就是叫可辨认净资产 公云价值 这个其实是公云价值 这个是3.2个亿是张面价值 以公云价值 可辨认净资产的公云价值乘以70% 那叫份额 成本大于份额 4300万 这是什么 政商4300万 少数股东权益 那就是按照可辨认净资产公云价值 3.6个亿乘以30% 这些都在做准备工作 那就是编制下面的抵消分路 做准备工作的 借股本两个亿超过来 借资本公积 我这用颜色标了一下 大家在做题目要注意一下 这是调整后的资本公积了 所以这一块其实相当于是 子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公云价值了 年薪工期1200 年末未分配利润2800以支 然后代房代长期股权投资 29500以支 前面不是有了吗 然后代少数股东权益 是上面合在一块的3.6个亿 可辨认净资产的公云价值 所以乘以30% 10800 然后商誉 有同学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不知道书什么习惯 借贷嘎叉来的 他把商誉就嘎出来了 你万一哪个数字写错的呢 你嘎叉出来不也是平的吗 那不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自己骗自己吗 我们商誉前面不是讲过 要这样算吗 算完以后填空填上去 也就是我们这个风格 每个数字都填空填出来的 填完以后干什么 借贷试算平衡 这样尽可能的发现问题 好了 那接下来 贾完说不上例题 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一道例题 2021年12月31号 经贾公司和乙公司双方股东大会同意 贾公司与乙公司控股股东A公司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协议约定 贾公司向A公司定向发行 1000万股本公司股票 每股面值1元 以换取A公司持有的乙公司80%股权 其实就是取得乙公司80%股权 非统一控制 贾公司定向发行股票 确定为每股8.72元 贾公司和A公司在此项交易前 不存在任何观念方关系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非统一控制 乙公司单日可编认金资产的张面价值 这是张面价值为一个亿 其中股本2000万 资本公积1000万 银银公积2000万 未存费地中5000万 除了有一项张面价值为200万 公云价值为360万的库存商品之外 其他各项可编认资产负债 张面价值与公云价值相等 意思告诉我 有一个资产需要调整 甲令部考虑其他因素 要求 第一 根据上述资料编制甲公司 在购买日与个别财务报表 有关的会计翻译 个别报表 那么就考第六章 长期股权投资 然后第二 根据上述资料计算甲公司 在编制购买日合并报表 应确认商誉的进行 算一下商誉 考试题就这样分解开来 一个小问题 比如说一分两分 第三 根据上述资料编制 与购买日合并市场负债表 有关的调整分落 然后第四 编制有关的底销分落 那下面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第一件事 各伪报表的处理 发行股票的 借长期股权投资 8720 一千万 乘以 每股 公允价值 8.72 不就出来了吗 单方带股本 面值 一千万 然后差额 技术资本 攻击 股本一价 第二件事 算商誉 商誉等于企业合并成本 这就是企业合并成本 8720 减去 这个调整 这是什么呀 这个中括号是 公允价值 扎兵价值一个亿 然后有限资产 公允价值高于 扎兵价值 160万 加上去 加上以后 这个中括号 就是可别认清资产的 公允价值 然后公允价值 乘以80% 那叫份额 两者之间差额 大于零 正商务 592万 那么第三件事 编制调整分购 这个就简单 就一个从货 一个公允价值360 占编价值200 多160 借从货 带资本攻击 注意 顺便说一下 这些从货 我们前面忘了给大家讲 这是从货 为什么 那就是 这不是个别报表 编制分货 这是合并报表 编制分货 合并报表 编制分货 前面一直讲这个道理 是以报表的名称项目 作为会计科目 库存商民 对应的是叫从货 第四件事情 编制 购买日 抵消分货 那就是固定的模板 超过来 然后填空 一个个填 股本2000万 有吧 已经有了 已知 资本攻击 题目告诉我 张面上是1000 然后刚刚不是 调了160吗 但调完以后 就是公允价值 银行攻击超过来2000 未分费利润 你看这 不歇也可以 写上也行 无计分费利润5000 然后贷房贷长期 股权投资 8720一支 但少数股东权益 这是公允价值 乘以20% 2032 商誉592 前面空号2里面 已经算过了 填空填上去 就可以了 那填完以后 大家看一下 这是 这就算是他的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 10160 10160 然后这笔分费 试算平衡 好 这是这道题 在购买日 考这一些 其实这道题 还可以考下去 考什么时候 资产负债表日 那就等我们 后面学完以后 我们就清楚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 画一个版书 来分析一下 因为我讲这道题 还有更深层次的意思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刚才这些调整分漏 抵消分漏 写完以后啊 那么把它要 在工作底稿上去完成的 过到工作底稿上 有一些呢 没有的我就不写了 我把这相关的写一下 比如假公司 个别报表商 8720 长期股权投资 要写上吧 对吧 然后发行股票了 对应的假公司 个别报表商 不是有一个 代翻代股本 代资本公积股本 一价吧 没问题 另外乙公司 抄到工作底稿上 本身是 扎兵价值 一个亿超过来的 然后从货呢 过云价值 高于扎兵价值 1160万 调增的 然后这个调了以后 要调到谁那儿去呢 调到乙公司 这儿有个资本公计 要调160 这就是我前面讲过的 通过这个表 大家更好地感受一下 合并报表 是怎么编的 然后提摩还告诉我 这些条件 这些条件是提摩告诉我的 没有告诉的 我就这儿也没写了 接下来编制 抵消分路 这个调整分路 已经在这里面写过了 我没有单独 念一个调整分路出来 直接就是在这里面写了 然后抵消分路 抵消分路 我们刚才不是有一笔抵消分路 借什么 借股本 借资本公积 变成1160了 是不是 借银云公积 借未分贝利润 然后还要借什么 借商誉 在这儿 借方借商誉 借方借长期股权投资 8720 是不是 然后实际上还要带一个 还要带一个什么 少数股东权益 2032 然后这样呢 就编制从后面的 计算出后面的 合并金额 合并下来 这个所谓的权益 总额是10752 少数股东权益是2032 然后总共 所谓的权益是10752 好 这是这道题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 其实和刚才这道题是类似的 只不过这道第二道题呢 多了一个所得税 如果考这道题啊 加个所得税 那怎么办 2021年12月31号 金甲公司和乙公司 双方股东大会同意 甲公司与乙公司空股股东 A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协议约炼甲公司向A公司 定向发行1000万股普通股 每股面值1元 以换取A公司 持有已公司80%的股权 甲公司定向发行股票 确定为每股是8.72元 不存在任何关联方关系 为非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这和前面都是一样 不同的是后面 甲定该项企业合并 符合税法规定的 免税合并的条件 关于免税合并 我们在所得税里面已经讲过 那这种股权换股权的形式 它其实就符合免税规定的条件 而且双方是选择免税处理的 以公司单日可别认清 资产的扎面价值费一个亿 其中股本资本公积 盐余公积 未分配基润 这和前面是一样的 除了一项扎面价值 与积水基础均为 注意扎面价值和积水基础 均为200万 公允价值为360万的 库存商品之外 其他都是相等的 它的扎面价值和积水基础 都是相等的 没有差异 奖公司 以公司及A公司 适用的企业 所得税税率都是25% 企业预计在未来期间保持不变 未来期间能够产生 足够的印纳税 所得额 抵扣可抵扣暂时因差异 不考虑其他因素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 这道题多了一个所得税的因素 要求第一件事 根据上手资料编制 购买日 奖公司与个别财务报表 有关的会计份诺 这和前面是一样的 第二件事件是编制合并报表 编制购买日 合并报表有关 递人所得税的金额要计算 第三件事件是计算合并报表 商与的金额 第四件事件 编制调整分落 第五件事件 编制抵消分落 那下面 首先看第一件事 个别报表 这和前面是一样的 不用多说了 借长机股权 都是8720 代股本代资本 公级股本赢价 然后第二件事件 那就是刚才题目说 根据上述资料计算 甲公司在编制购买日 合并市场负债表 是应确认的地盐所费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张明价值与金额基础的差异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购买日合并财务报表中 应确认地盐所费费债 是160×125 40万 怎么来的 为什么有 下面看版数 站在合并报表角度 或者说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这个从获 就刚才题目里面从获 它的账面价值 合并报表层面上 从获账面价值 就是资产的供应价值 我们就讲这个从获 这是为什么 前面说过呀 我们编制合并财务 合并报表时 要将子公司个别报表 抄过来以后 在子公司个别报表 账面价值基础上 调整为供应价值 它是200 我要调整为300 所以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资产的站面价值多少 360 因为光影价值360 所以它的站面价值360 而在 而这个资产就是从获而已 它的计税基础是多少 计税基础 注意 计税基础 与合并报表没有关系 它是税法的一个概念 税务机关说 你这个从获在谁呢 谁买的 你买的价格是多少 一般情况下 计税基础就等于 占面价值 如果没有发生减值 你取得的成本是多少 计税基础就是多少 所以我这也括号一个假定 假定该资产在个别财务报表层面上 占面价值是等于积税基础的 占面价值是200万 积税基础也是200万 题目里面也说了 那就意味着什么 资产的积税基础 它不会随着个别报表 合并报表发生改变 因为它跟合并报表没有关系 它只是税法规定 这个资产在谁那 你是什么价取得的 那么没有减值的情况下 你的占面价值多少 积税基础就是多少 所以计税基础是多少 就是个别报表的 占面价值200 那就出来了 站在个别报表层面上 这个存货 在子公司站上 占面价值等于计税基础 它是没有差异的 但是今天站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合并报表层面上 资产的占面价值 是以光影价值来计量的 360 而计税基础本身是200 那就意味着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占面价值大于积税基础 对资产来讲 占面价值大于积税基础 那就产生什么 因纳税暂实现差异 所以要确认 地缘所得税负债 因此我们括号二 有一个地缘所得税负债 差异是多少 160 乘以所得税税率25% 所以地缘所得税负债的 金额是40万 这是第二小题 然后第三小题 计算商誉 等于企业合并成本 8720 减去可别人金资产的 公允价值 注意 这倒就考虑所得税了 那么考虑所得税 刚才不是有一个地缘 所得税负债吗 负债在计算金资产的时候 你负债越多 是不是金资产就越少呀 所以负债是要减掉的 加上160 变成公允价值 在考虑所得税 有个地缘所得税负债 那叫减掉40 这样乘以80% 结果是624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 我们前面那道题 如果不考虑所得税的话 它的商誉金额是多少 我们翻一下前面看一下 商誉金额是592 592 那么现在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 这个商誉金额是624 要多一些 为什么要多一些 很好理解 你把可别人金资产里面 剪掉了一块 那个份额不就更少了吗 成本不变 后面这个数字越小 差额是不是就越大了 所以在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 商誉的金额要比前面不考虑所得税要多一些 好 这是第三件事 商誉算出来 然后第四件事 编制相关的调整分路 调整分路 那就是由账面价值调整为公寓价值 调多少呢 调160万 借从货带资本工具 这个可以理解 关键是下面这笔分路 下面这笔分路 下面这笔分路我们刚才讲过 在合并报备层面上 产生因纳税暂时有差异 要确认DN所得税负债 没问题 代方代DN所得税负债 是不是 然后借方 有同学又疑问了 诶 我在前面学所得税的时候 所得税费用来也张 老师讲过 书上有道题 讲到也是讲到这个免税合并 那个地方是寄到商誉里面去的 今天怎么这儿又搞到资本工具里面去的 我就困惑了 这个问题我区分不了了 其实请大家注意 在那个地方 我们那道题是什么 是吸收合并 吸收合并 我们直接就寄到商誉里面去 对于吸收合并 当时在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下 吸收合并的情况下 购买日 资产负债 可别人资产负债 扎便价值 大约积税基础 产生因纳税三十元差异 代DN所得税负债 借方是借到商誉里面去的 今天我们这儿不能直接写商誉 这就是我想给大家延伸一下这道题 想说明的问题 我们这儿写哪儿 写资本工具 那为什么写资本工具呢 因为影响的金额刚才是影响哪儿的 影响的是资本工具那一块 所以我对应的会计科目 也是写资本工具 这是请大家注意了 那么有同学说 哦那你这样的话 实际上不就是 调到资本工具里面去了吗 是这样的 调到资本工具 但是最终它会影响到商誉的 等一会儿我们看后面的归纳的结果 这儿呢 我们先一步一步来 首先大家清楚 在和平报表层面上 张宁价值大宇 积水吸收 产生因纳税 暂时因差异 要确认DN所得税负债 那借房借对应的科目是什么呢 你影响谁的 你刚才是寄到哪儿的 寄到资本工具 影响资本工具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对应的寄到资本工具里面去 好了 这个问题我们在教材上没有多说 但是以前连读考试会考过这样的指示铁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给大家延伸一下 然后同时呢 把这个问题和我们所得税费用那一张 西州合并的情况下 那是借商欲带DN所得税负债比较一下 等到后面我们再比较 目前我们先知道一下 这是借房资本工具 接下来抵消分路 第五件事抵消分路 借股本2000 没有错 借资本工具 注意 少了40 你刚刚在这 加上160 这是借资本工具 其实就少了40 是不是 所以这资本工具1120了 借银一工具2000 借微风不利用 5000 借商欲 商欲刚才前面是不是算了 524 624 624 代表他贷长期股权都是 8720没有错 然后贷少数股权 不一样了 因为你这多了一个减40嘛 所以是2024 2024 好了 如果考虑所得税 这道题的分路 编织到这 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 在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 合并报表山的影响结果 长期股权投资 8720 然后资本工具 股本一价 这个可前面 股本和股本一价 这个前面是一样的 是不是 另外呢 调整分路 调整分路 个别报表山 调整分路 以公司 子公司 个别报表山 从获 调增160 然后代方代资本工具 调增160 是不是 同时考虑所得税 借资本工具 少掉 借资本工具 少掉40 代方代DN所得税负债 所以对应的DN所得税负债 以公司 要增加一个40 是吧 这个相当于 对负债来讲是增加的 然后编制 抵消分路 编制 抵消分路 借股本 2000 借资本工具 1120 把子公司的 所有的权益 已经消掉 借盈盈工具 借未分配利润 然后借商誉 商誉在借方 对不对 借商誉 然后代方代长期股权投资 8720 代少数股东权益 2024 在这 2024 最后我们算出 所有的权益 总的是 多少 10744 10744 那么 这道题呢 把这个合并报表的工作底稿 填完以后 接下来 我们比较 刚才是分别两道题讲完的 那接下来 我们就想告诉大家 同样一道题 考虑所得税 和不考虑所得税 对商誉的影响 我们主要就是讲商誉 那就是前面 我抛出的问题 也是咱们有的同学 想到的问题 李老师 我们在西书 在所得税那一章说 借商誉 代替与所得税负债 学得好的同学 才有这样想法 学得不好的同学 没有想法的 你就想不到这个问题的 你也 可能不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你要考虑 要把前面事实要复习一下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不考虑所得税的话 商誉是592 是不是 那也没有帝与所得税负债 少数股东权益是2032 前面有 如果考虑所得税的话 商誉是624 帝与所得税负债增加40 少数股东权益变成2024了 少了 因为你净资产少了 加了一个考虑负债了 是不是 这样呢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就发现什么问题呢 虽然我们前面对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 是寄到商 寄到资本公积里面去了 实际上最终我们是影响到 也是影响到商誉了 是不是 那就是前面计算的过程 计算商誉的过程 因为我 虽然我们是寄到资本公积了 借资本公积 那其实表示不就是你的净资产会少掉吗 净资产少掉了 最终就影响到谁了 商誉了 所以分路上虽然写资本公积 但是你最后到表里面去 其实是影响了商誉 所以也是影响到商誉 并不是说 我没有调商誉 那么是不是商誉不受影响 有影响的 商誉如果不考虑所得税是592 一旦考虑所得税就变624 影响到32增加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增加了32的商誉 同时它会影响到哪呢 在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 负债会增加 DN所得税负债会增加40 DN所得税负债 正是因为DN所得税负债增加了 所以金资产就少掉了 金资产少掉 合并成本是不变的 那么减下来差额就更大 那是我前面已经讲过的问题 我再说一遍 所以在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 商誉的金额比前面 不考虑的时候要多 那么金资产少掉了 实际上少数股东权益 你这儿不是少了影响32吗 那这是影响40 那这个影响是负的8万 所有的权益来讲 按照比例少了8万 那这两个合在一块 其实影响的是32万 资产那一边32万 对应的负债 所有的权益这一块 也是32万 好了 最后一个说明 虽然DN所得税负债的影响的金额 是寄到资本公金 但最终还是影响到商誉 想表达这个意思 说明一下 有可能要考这种题目 就是考虑所得税 那么你可以参考 我们今天在讲义上 在课件上补充的这个题目 不考虑所得税的时候怎么做 考虑所得税的时候 什么时候怎么做 这个时候怎么做 甚至我们还会延伸到 市场负债表日 有所得税怎么做